中国国务院上周召开紧急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度喊出六吻 随后人民银行宣布9月16号开始 再度降低存款准备率0.5个百分点 约释放9000亿元人民币资金 但真的能中效吗 很多时候信用是给国营企业拿去 那国营企业呢 拿了这些信用贷款以后 它不见得能够有这个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是在民营企业 不在国营企业 太子党红二代掌权的人 他们的子女开设的公司拿去 所以这等于是变相贪污 中共体制下降准资金 让国营企业取得贷款 民营企业拿不到 反而助长债务泡沫 2010年中共为了维持经济成长 4兆人民币刺激经济 衍生地方政府债务 以及大量轨程 外媒金融时报报道 未来两年半 中国将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 总计超过了3.8兆人民币 整体中国地方债务 MF估计就超过42兆元 吴嘉隆分析 被降准资金转向国企红二代 挤压民间企业生存空间 甚至让民间企业被国企并购 当无法偿还债务时 金融系统将成为下颗未爆弹 日前标普全球警告 北京当局过度依赖 大规模信贷 刺激经济成长的政策 将会对中国的信用评级造成损害 影响可能比美国加征关税 冲击更大 是否可能随时到来 期待电视湖中汉沈卫同 台湾台北报道